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 用两种东西养兰花 这能够把它养得旺 养得酱 叶片油粒 不干煎 不发黄 第一种含有零美严肃的长酵母肥 自从长酵母肥 肥肥可以管一年的时间的 我们在摘种之前 三合几六摘种也可以 或者是用竹签 搓到花盆盆底 每一个洞放一到两粒的量 这一盘的话 大概就是放到八粒的量就可以了 随着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吸放养分 让这个栏根吸收到 自然就长得比较壮 比较旺 叶片不发黄 不干煎 最大的特点 放多 不会造成肥害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管浇太多的水 它也是不会那么容易融化的 而且不烧根 不商苗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的 温度再高 比如说这个夏天使用 也是可以的 不烧根 不烧苗 释放养分嘛 一年四季 精可使用 温度再高也没事 第二种 蓝科奇物型水溶肥 这种水溶肥呢 也可以起到一个 保水 护根 养根的作用的 只要这两种结合起来 就能够把一盆 甚至更多盆养花 养得比较旺的了 使用方法很简单 一比一天的量 每七到十天浇灌一次 如果使用养极料栽种 七天时间浇灌一次 硬极料栽种 七天时间浇灌一次 如果你所在的温度机后 比较干燥的话呢 可以三天的时间 给它浇灌一次 等时使用这种量的话呢 兑稀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兑的一千倍 可以兑两千倍就可以了 极物营养液 一年四季 经可使用 不分季节 温度再高 也可以使用 温度低 也可以使用 比较的简单 比较的方便的 许在我们异常 养护兰化的过程中 只要使用这两种 去养护兰化就可以了 不要想用其他的肥料 是多余的 好了 这集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